为了争取高铁延伸宜兰 宜兰市长江葱渊发起 成立高铁延伸宜兰促进会 并趁今天立法院交通委员会 到宜兰考察交通建设的机会 向交通部长林嘉隆请愿 也是落实整体的国土规划发展 均衡我们的区域的一个平衡 在一个全国的轨道运输上面 重要的一环可以落实在 我们宜兰县来推动 如果高铁延伸宜兰 除了可以解决雪山隧道的塞车问题之外 也能够带动东部整体运输的效能 对宜兰县对东部地区 对台湾的发展都是很重要性的 有关高铁东沿到宜兰 跟高铁南沿到屏东 这个对宜兰县对屏东县 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区域 均衡发展的一个旅程碑 过去宜兰县跟屏东县 在交通上的不足 也阻碍了我们对外交通 更造成我们国道5号严重的塞车 林嘉隆表示 未来的宜兰将打造三铁共购 并且完成宜花东地区的铁路提速 力推西部高铁东部快铁计划 所以不是只为了宜兰要争什么 而是我们交通部希望 跟宜兰一起来做什么 这个是我想很大的一个思维 跟做法上的改变 那铁道除了铁路的转型 发展以外 很重要就是高铁 所以我们打造环岛铁路网里面 是西部高铁东部快铁 南北的连接点 就分别 北部是在宜兰 要串联 南部当然是往屏东去延伸 所以这个对高铁未来的运量 跟效益也会增加 你去想想看 我举一个例子 比如说 住在台中的人 因为我住台中 我以后到宜兰 我就直接搭高铁 我当然很容易就去花莲台东玩 一放假我就先来宜兰过一晚 隔天一大早 就在宜花东地区旅游 我不用再转车 从大台北要过来 很多的问题 这是一个很清楚的例子 所以很多的人 看不到这个高度 都觉得说 我们为什么要去盖 延伸高铁到宜兰 所以刚刚大家的诉求 其实也是我们认为 其实地方早就有这个需要 部长也说 另外还有公路网的部分 也不会缺少宜花东 让东部的居民 有一条安全又便捷的路 宜兰新闻记者黄竹汉 采访报道